我们车程地区有一个很好 就是有首奥乡住客有保全 今年来说到国内旅游的兴盛 车程成为了县内热门的经典之一 不过因为软硬堤订设备尚未完备 一致白天游客是络绎不绝 但一到夜间就不见游客人赢 要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大家集思广义 就是要透过车程内的国有土地与私人土地 一起来合作开发 并建制出旅游饭店来 我真的说车程 如果还好来规划 还好来开发的话 将来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光景点 也非常亮丽 能够让游客人来这边 有吃的 有住的 有参观的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观光景点才能够永续维持下去 这场会刊从在地议员 县长 中央单位全职主管都出席讨论 看出大家对这规划案是非常重视 议员陈淑惠对这样的发展 能带动地方各项产业提升 表示乐观其成 今天在我们馆典的菜市集下 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地方 还有国有土地 还有业主土地 我们共同可以努力 来整个出道一堂最好的一个平价饭店 可以让乳客来到我们车辆栓 可以流来在这里担 和在这里消费 这样才能带动到我们地方的景气 和带动这个游客的人潮 我们也希望这个规划案可以作为成功 一到假日 车程来访的人数是非常的多 交通一定出现打劫的现象 议员肖志全也借这个机会 提醒县府全职单位 有关车程国小规划成停车场 在进度上也必须加快脚步 现在车程地区每逢假日 包括平常停车就造成地方相当的困扰 希望我们县府这边能够加快脚步 把整个包括怎么跟地方配合 或怎么去办理招租的部分 赶快做个定案来解决目前 这个车程地区包括停车的问题 在这个缆车还没有正式规划之前 能够再活化整个学校的宿舍 跟校地的应用 车程是极其火车支线的终点站 故有最后的火车站支撑 这里充满着浓浓的人文 产业和旅游情绪 所以未来将转型为 丰富多彩的观光旅游胜地 前景也令大家一致看好 米熊华一华 水利采访报道 西亚 茄子 西亚